从今年年初以来,经典老剧翻拍的新闻就不绝余味,神雕侠旅即将翻拍的消息还未散去,天龙八部要被翻拍的消息又紧接着传来,作为今晚文学价值最高的著作之一,天龙八部一直在书名和剧名,心中占有重要的位置, 甚至还入选过2005年人教版的高中语文必修课本里,可谓雅族共赏,自圆珠认识至今于半个世纪,天龙前后被拍过不下六个版本的影视剧作品,大家最耳熟能详的,莫过于97年黄日华版和03年胡云版,均以消风为第一主角,新版天龙八部的出品方式心力传媒,对,没错,就是如意传和我的前半生的出品公司, 从网上已经流出的备案表中可以看出,新天龙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备案成功,现在正处于紧张的前期准备中,新天龙共六十几,今年九月份开始拍摄,拍摄周期未半年,导演由于龙光老师担任,不知道于老师会不会在剧中客串几个角色,拍摄地点除了大家熟悉的恒电影视城外, 剧组还专门前往段谕的家乡云南进行曲景拍摄,特别是丽江,大理这两个风景入画的城市,我们先来看看大理天龙,影视城的花剧照,值得一提的是,于龙光老师与丽江颇有渊源,2012年由他打造的电视剧《幕府风云》,受到众多观众的喜爱,且还有一部由他指导的电视剧《斗货苍穹》即将播放, 取景的以赛列江,最让观众关心的自然是演员人选,从已经曝光出来的演员表上来看,天龙三兄弟肖峰,驱逐,段宇分别由杨又宁,叶小伟和雄子齐丹刚,肖峰是全剧中最完美的英雄人物,他智勇双拳,豪迈萨爽,虽然人生经历坎坷悲壮,却凭借着气吞山河的胸襟,和对阿珠的一往情深,感动的一批又一批的观众,杨又宁在荧幕上多, 以和尔蒙爆棚的硬汉形象是人,他身高180,线条硬朗,气质也粗犷豪气,这次饰演萧峰,外形上可说十分贴切,在三兄弟中,虚逐是乍一眼看上去最不起眼的那个,他既不像萧峰那样高大威猛,也不像段宇那样斯文俊秀,然而,他的机遇是三兄弟里最离奇梦幻的,出生于1997年的燕小伟,将会是小和尚虚逐的半年者,看过建军大爷, 这小伙伴,对他一定不会陌生,这位曾经扮演过陈毅元帅的小伙子浓眉大爷,跟虚逐的五官描述比较接近,就是略帅了点,这也是他出演的第一部古装戏,段宇一直是三兄弟里的颜值担当,他虽然贵为大理段家的王子,却没有一点观二代的架子,为了心目中的神仙姐姐不惜四处奔波, 最后成功报得美人归,是一个极度喜剧的人物,扮演着熊子齐拥有俊俏的外表和迷人的笑容,正和德宇的外形描写,而毕业于上海音乐角任音乐剧系的他,还拥有一副好歌后,嗓音非常迷人,值得一提的是, 这位行男的身高达到一百八十八,堪称名副其实的衣架身材,成得过封面模特冠军,跟一百八十的肖峰站在一起还高半头,似乎略有些违和感,凭借延喜攻略霸平的宁软和蛇诗曼也有出场,他俩在延写攻略中扮演夫妻,而在新天龙八部中演一对情人,分别是段宇的眼妇段正春和星某竹妖软青竹,阿珠和阿子的妈妈,段王日的后宫群也是群方敬艳, 镇南王妃刀白凤游知性美人曾离试掩,秦红棉则有如意传中的金玉岩心直垒丹刚,甘宝宝,王夫人分别由童谣和王严肃扮演,神仙姐姐王羽焉一角,被九八年小花周杰雄拿下。